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炭爛韭菜 本頻道會分享股票分析 心靈成長以及財商知識 希望能夠藉此幫助到大家 讓各位的生活不斷的成長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虛擬貨幣是 柴犬幣 它在那個 5月8號的時候 整個大暴漲 但是那個幣安在那個5月11號 喔不是5月11號 在那個5月10號這個 晚上7點的時候 它才那個 開放可以交易 然後可以看到這一根 這個圖是1分K 可以看到這個 它一開始可以交易的時候 是在114 11元 然後馬上衝到最高是4900 之後拉了一根很長的上限 然後收在3303 的位 所以它實質 它交易 就還不到 兩天 才一天多 它目前的價格是在 3000左右 那我們 一樣可以來判斷說 它目前 在哪個 價位去 進場 會比較好 我們一樣用一個 看最大量的方法 那最大量就是 集中在這邊 就是它 剛開交易的 這個位 那我們就看到說 這個 7.07分 就是剛開盤的 第7分 這邊是一個 比較大量的位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 這個就是剛開盤 就是7點整 然後 再來就是最大量是這裡 它是 收盤是收在了4203 那之後往右邊去看 他 沒有一個收盤價是高過這個地方 所以目前來說 他 4203 這個位置 是他一個 非常重要的 壓力點 如果在這個位置 要做進場的話 也是 等他 突破 我們再做一個進場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從這個 7.07分 之後 他下來 整個下殺之後 他這邊有一個 大量 就整張圖 裡面 他這個算是 低點的大量 這個是高點的大量 是壓力 低點的大量 就是 支撐 那可以看到 他的收盤 是2804 所以我們就是在這一個地方 2804的時候 做個表記 那我們就這樣 一路慢慢的 看過來 可以看到這邊 他大概在晚 呃 昨天 5月10號 晚上10點半的時候 他這邊也是打到2800左右 然後 做一個反彈 那之後這邊 在 凌晨的時候 是有一個 就開始有 大量 去 下殺 然後 這裡也是一個 大量 所以 我也在這個地方的 收盤價 做一個標記 這收盤價是 2717 然後這邊 跌破之後 他就在 2800下面 做一個 盤整 之後 這裡又 有一個 突破 然後在 今天 凌晨大概 4點半的時候 他又開始 漲上去 可以看到 這邊 也是一個 最大量 他 大概 大概是在 3800左右 那為什麼是這個 3800這個地方 我們可以往前看 可以看到 他這邊其實就是有一個 壓力的存在 他打到3800他就 下去 他甚至沒辦法去挑戰這個 4200左右這個地方的壓力 所以他打到了 3800 這裡就下去 下去 之後 他又挑戰一次這個壓力 可以把它 做一個 畫季型 然後 他到了 就是今天下午 4點的時候 就真的打到了那個 2800的地方 那也是爆一個 大量 之後就做一個反彈 那目前的位置 他是在 2900左右 再來就看他有沒有辦法去守住這個 2800的位 那我覺得說 他也有可能會 往下掉 掉掉到這個 也是這個大量 有可能是掉到2700左右 所以在 這邊 附近的人 如果有想要進場 就大概是抓 2700到 2800左右的地方 去做一個進場 就 要買也是 不要 買在說 3700 這個位 因為 因為畢竟他現在 價格已經下 如果可以低階的話 當然是低階罪 再來才是要跟各位提醒 投資還是有風險 如果要 投資虛擬貨幣的話 我覺得 還是要用自己的 閒錢 就是一筆 你覺得說 你投資進去 就算全部都沒有了 也沒關係的 然後去賺取 就是 他好幾倍的利潤 那 影片就先到 這邊 有問題的 都可以在 下方留言 不知道 剪完這部影片 之後 他價格 會在哪邊 不知道 來不來得及 讓大家知道說 他 現在的支撐 就是在 2700到 2800之間 謝謝大家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記得 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